川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其特色在于取材广泛 调味多变 菜色多样 口味清鲜 唇浓并重 而清鲜唇浓 麻辣辛香 更是品尝川菜时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特点 在台南安平区 有一间道地的川菜餐厅 不仅装潢典养 有着精美的摆设 以及如宫廷般的装饰外 还可以不必远赴千里 直接在台湾 就能吃到正宗的川菜料理 老板从以前就做这个菜 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然后就是从五年前 他就想开一间 大家认为能接受的川菜餐厅 所以才有这间店 原来经营这家川菜餐厅的业者 过去曾是知名中餐餐厅的大厨 由于自身擅长料理川菜 因而颇具盛名 后来自己因为想将川菜的美好滋味 以评价的方式 让更多人能异常风味 因此便开了这家餐厅 因为从以前我老板在当主厨的时候 就想一些结合不同菜系的菜品 所以开这间店 它理念是想要让大家都能接受 然后有那种高而不贵的感觉 所以才有这间店 一般人对于川菜的印象 不外乎是满满的辣椒 花椒与红油 但其实在这有一道名为 张茶烤鸭的创意菜色 是源自于四川闽菜 张茶鸭 连慈禧太后都喜爱 以张茶寻止了料理 喜爱创新的业者 在此基础上 更结合了北京烤鸭料理特点 搭配上自制的精美酱 进而创造出这道张茶烤鸭 一般其他餐厅的烤鸭 大部分都是烤一烤 然后切一切而已 但是我们店是用木头熏 就是切完之后 然后再煎 煎完之后再用木头熏 让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香气 我今天点的张茶烤鸭 让我觉得很特别 一直冒烟 一直冒烟 蛮兴起的 然后加上它的饼皮 我觉得很特别又很脆 这样子又很清爽 感觉又很棒 业者不仅在美味绝伦的 张茶烤鸭可见用心外 在酱料上更是苦心钻研 也因此餐厅不仅 本手四川菜色的精髓 更是以此为本 融合其他菜系 进而迸发出 与其他店家不一样的新鲜感受 煤酱的话是 老板想要让客人有不一样的那种用餐体验 就不是只有那种甜面酱这样子 单一的口味 所以才多了梅汁 然后里面有一个酱料叫丛林酱 就是老板他自己引发 然后想要让一些比较不怕辣的用餐的顾客 然后再享用一种比较辣的酱料 从一鸭多吃的四川冒烤鸭 酸菜鱼鸭汤 到自创研发的萝卜丝烤鸭饼外 还能品尝麻辣鲜香的毛血旺 松软有精的红油萝卜糕 以及清爽解腻的凉拌冰朗花 这一道道的料理 不不是业者在经营上 想以多元美味的方式 呈现给客人的美好滋味 更是客经理想让顾客 以吃再吃 口夹留香的招牌菜色 吃到那种第一道会辣料 就是有被震惊到 原来吃辣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它不是舌头整个麻掉那种感觉 整个就是冲进去你的身体里面那种感觉 吃到后面反而是有点享受这个过程 就是越吃越上瘾 一压多吃的那个酸菜鱼 我觉得它的辣度虽然说偏辣 可是跟一般外面吃到的 金汤酸菜鱼 我觉得不太一样 然后它的那个鱼肉其实蛮好吃 蛮嫩的 不会像一般外面吃到的鱼 可能会有一些腥味 此外店内典雅的中式装潢 以及隐蔽性极高的隔间 其实也都是源自于业者 亲自设计的想法 目的就是为了让客人 有不受打扰的用餐环境 这些通往都是老板设计的 因为之前我们开两间分店的时候 客人要求隐私性都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间店才会把桌子跟桌子 都会移得比较开 然后做一点更多包厢式的设计 在食材上 店内选用来自宜兰的仙芝鸭 也远从千里 自四川 进口花椒 张茶等辛香料 这其实都是源于业者 很简单的心愿 只要每位顾客来得开心 吃得欢欣 这就是最大的鼓励 也是他们在餐饮路上 持续走下去的动力 看到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进来 然后吃完能开开心心的出去 然后分享说 这里的菜有很好吃 然后我会觉得 这么辛苦都是真的